我就看到那个水锅 从水锅满上来 就淹没了 赶快到屋子 搬离自己的东西 还有电器 但是都没有想很多 就直接跑出去 跑出去的时候都是淹水 都是水居民都撤离 居民声泪俱下 因为看见自己的美容工作室 从原本完好的样子 变成如今残破不堪 心中说不出的酸楚 这里是花莲酌西乡的酌西部落 透过独家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在康瑞台风的摧残下 整条道路全是大小石块 部分地区还有水流 正从山上流下 难以通行 许多人的家瞬间都没了 不是遭土石掩埋 就是统统泡水 可以看到现在在马路上 已经都变成几乎像是河道一样 而且水流相当的湍急 冲向了旁边的民宅 那么现在民宅 这个水身是到大腿的程度 都剩差不多这个肩膀 我们一楼那个全部都冰箱 什么东西都包汤 原本桥梁底下的沟渠 如今全都被土石淹没 水流才会无法正常排走 其他民众的家也都被土石摧毁 家具都被冲坏泡水 虽然前一天有预防性撤离 但土石堆积几乎已经到了门把高度 至少有140公分高 当时屋子里有年轻半百的阿嬷在休息 万万没有想到房子突然间涌入大量土石 幸好孙子发现鸡湿 才没有发生汗事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杀死 整个都淹进来 刚好当时阿嬷在里面休息 当然这是先救人第一 灼气教会前的道路 同样因为大雨造成淹水 道路遭到淹没完全不能通行 也有地方为了让孩子通过 坐上小挖土机渡河 居民们脸上满是无奈 望着自己的家园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恢复原状 读层新闻地方中心花联报导